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報告提出新證據 進一步顯示了債卡病毒與某部分新生嬰兒的先天缺合有關 一個斯諾文尼亞研究小組在星期三發表這篇報告 同時有部分美國衛生專家也在同期雜誌上發表文章 表示支持斯諾文尼亞研究人員做出的結論 斯諾文尼亞研究小組負責人祖帕尼奇教授對路透社說 該小組的發現可能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 顯示沒有新生嬰兒的先天缺陷是債卡病毒損害胎兒腦部造成的 但是研究人員指出還要進最一步的研究 才能夠證實債卡病毒與新生嬰兒先天缺陷之間的關係 總之一款小組會遵守 每個人的研究者都沒有很大